法国新航母战力超越福特号 在欧洲这边 法国一直都想当老大 武器也是越造越强 现在法国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就要来了 目前法国的新航母PANG 已经开始准备舰道工作 就性能来讲 PANG航母的性能 要比当前的戴高乐号强太多了 正宗的核动力加电磁弹射 加上舰载机的升级 综合战力可以超越美国的福特级 问题来了 相比较戴高乐号PANG航母性能 具体提升在哪些方面 对于法国而言 电磁弹射又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法国其实一直都想要新航母 戴高乐号的槽点实在是太多了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艘 非美国海军立下的核动力航母 戴高乐号自服役以来 就存在不少的问题 比如首次试航就把螺旋桨 丢到了大西洋海底 2000年10月 戴高乐号进行首次远航训练 开赴北大西洋地区 只是在高速行驶时 航母的一个螺旋桨 断裂掉入海中 其他三个螺旋桨也出现了震颤现象 无奈之下戴高乐号只能返回法国进行维修 甚至还有消息称戴高乐号的袭击和舰体 存在共振问题 这个消息多少有点离谱 真实性堪忧 不过下面这个就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了 戴高乐号是二战之后建造的航母中 航速最慢的那一个 虽然是核动力 但戴高乐号用的是凯旋级上的K15 反应堆尺寸小功率低 虽然可以用在航母上 但数量要足够多 比如企业号航母上了8台A2W核潜艇反应堆 但戴高乐号只用了两台核潜艇反应堆 导致航速不足 最大射击航速仅27级 实际使用中航速最多25节 戴高乐号的问题也影响到了法国海军的编制 按照法国海军的想法 需要同时拥有两艘航母 其中一艘进行维修时 还有一艘可以执勤 只是戴高乐号比原来预计的服役时间 足足晚了5年 进度延误所造成的损失 成为法国财政上的一个黑洞 加上价格太贵 并没有建造另一艘同级舰 2004年 法国计划建造一艘中型常规动力航母 满载排水量7.5万吨 只是由于甲板布局和弹射技术没有突破 综合性能还不如美国的尼米兹击 于是该计划被搁置 最终法国选择了新一代航母PANG 2018年 法国首次提出新一代航母计划 并采用核动力 2020年10月 法国海军正式确定新一代航母建造计划 2024年4月26日 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宣布 法国海军已经订购新一代航空母舰 目前法国海军集团大西洋造船厂 法马通防务公司和原子技术公司 已经收到通知 准备开始建造工作 相较于当前的戴高乐号 PANG航母的性能大幅度提升 排水量在8万吨左右 几乎是戴高乐号的两倍 舰长310米 仅比伏特级差了20多米 动力系统则是法国新研制的K22核反应堆 并采用电磁弹射 其中最重要的改进 就是发动机与电磁弹射 PANG航母的K22核反应堆 属于法国专门为航母研制的 与戴高乐号上的K15相比 单堆功力提升了大约46% 因此虽然PANG航母的排水量有所增加 但航速并不慢 而且为了提高航母的航速 PANG采用穿浪手的设计 键位增设 倾斜突出步 舰体阻力大大减小 最高航速可以达到三世界 解决了戴高乐号 为人诟病的航速过慢问题 目前PANG航母还未开工 但动力系统的建造工作已经开始了 2021年6月 K22核反应堆首个部件的试验舰 就在法马同公司勒克鲁索工厂 开工建造 其次就是电磁弹射 这算是下一代航母的标配 或者说正在进行六代机研发工作的国家 下一代航母必定是电磁弹射 法国的PANG航母用的是美国的电磁弹射系统 2021年12月 美国国务院就决定 批准向法国出售电磁弹射器 与先进拦阻装置 按照计划 从2033年到2038年 美国每年会派遣大约40人 前往法国工作10个星期 安装电磁弹射系统 并进行舰载机兼容性测试 操作舱认证和海事等 这一套操作下来 法国为了一个电磁弹射系统 需要向美国支付大约13.21亿美元 占到了PANG航母总投资的23% 没想到法国造个新航母 最大受益人会是美国 当然了 这个钱法国掏得心甘情愿 毕竟这电磁弹射实在是太好用了 与戴高乐号上的蒸汽弹射系统相比 PANG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 结构复杂程度大幅下降 美国海军装备的蒸汽弹射系统 重量大约500吨 体积为1000立方米 而电磁弹射的重量与体积 直接对半看 而且蒸汽弹射系统 在极地地区还无法使用 温度太低的话 蒸汽弹射器很容易发生故障 在能量损耗上 电磁弹射也大幅度下降 蒸汽弹射其实就是烧锅炉 将烧水释放的蒸汽存起来 需要的时候再放出去 能量会有很多的消耗 大约只有6%能用在弹射上 但电磁弹射就不一样了 储存的是电能 从核能到动能 能量的利用率可以达到60% 当然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优势 对于法国而言 电磁弹射最大的优点 就是完美匹配 法国在战机方面的发展路线 早在2020年 法国就宣布了下一代航母的大致方案 当时的PANG航母 看起来像缩小版的福特级 不过在之后的亮相中 法国对PANG航母的舰导与甲板 都有了一定的调整 按照最初的设想 PANG航母只需要两台电磁弹射器 与戴高乐号一样 分别部署在舰手与舰体两侧 不过PANG航母的舰手弹射器 向右侧移动了一段距离 目的就是避免舰载机 进行甲板调度时 机体入侵起飞安全区 设计没问题 就是数量有点少 PANG航母8万吨的排水量 仅使用两台电磁弹射器 多少有些浪费吨位了 而且弹射器数量不足的问题 也会影响到舰载机的起飞 PANG航母的大型升降机 一次可以运载两架舰载机 如果是两条电磁弹射器 在实际使用中 可能会出现 因为舰载机放飞效率不足 从机库转移到甲板上的舰载机 需要排队等待起飞 估计是法国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后续亮相的PANG航母 就改为了三条弹射系统 最大限度的利用甲板空间 舰载机放飞效率大大提高 至于舰载机方面 PANG航母将搭载30架到40架 与戴高乐号相比 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多 但战机的性能却是天差地别 按照法国给出的消息来看 PANG航母可以搭载 德法联合研制的六代机 阵风M舰载机 12D鹰眼预警机 NH90直升机 以及一定数量的无人机 这也是电磁弹射的一大优势 适应性更强 可以发射不同大小的飞机 战机预警机无人机都可以 完美符合六代机 与后续阵风的发展趋势 比如德法的六代机 NGF 可以与无人机一同执行任务 需要在PANG航母的机库中 放置数量与NGF战机相当的无人机 阵风M之后 大概率也会选择 与无人机协同作战 当前的法国空军正在开发的 阵风F5 就已经要与神经元无人机协同了 海军只需要等待就好 PANG航母的舰载机数量不多 有可能是为无人机腾空舰 也正是因为无人机的存在 只要是正在发展六代机的国家 在下一代航母上 都会选择电磁弹射 按照法国目前公布的消息 PANG航母的初步设计 正在进行 预计到2025年年底 启动开发阶段 之后的开发与生产阶段 将持续十年 也就是2026年到2036年 生产和施工阶段 将于2031年初 在圣纳泽尔开始 之后PANG航母 将于2035年中期 转移至土轮 直到2036年底 开始首次海上实验 2037年底交付测试 预计2038年底正式服役 当然了 这个时间表仅供参考 航母属于国家工程 不确定因素太多 聊到这儿 估计会有朋友考虑 PANG航母的性能那么好 法国能不能成功建造的问题 宽于这点 其实大家根本不需要担心 法国的工业实力 可是欧盟之光 航母的确很难建造 一艘标准排水量4.3万吨 满载排水量6.5万吨的航母 单单设计图纸 就要20吨 建造那就更难了 不过法国的工业实力 也不算差 虽然火力军 也经常开一些 法国的小玩笑 但平心而论 法国的工业实力挺强了 火力军 愿称其为真 欧盟之光 在欧洲这边 可能会有朋友觉得 德国军事实力强 的确 在子系统方面 德国做的还不错 但谈到整合平台方面 德国除了潜艇和地面装备 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 除了采购 就是搞欧洲合作开发 至于英国 舰载机都是外购的 法国这边 从戴高乐时期 就开始搞独立自主 军工工业体系 世界第四 海上的地平舰机 与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 堪称欧洲最好的 防空舰艇 航母方面 法国也是从 福西叶到戴高乐 一路走过来的 戴高乐号 虽然有不少诟病 但也是世界上 除了美国之外 唯一建造完成 且服役的 核动力航母 还能独立建造 战略核潜艇 以及洲际导弹 唯一的问题 就是体量小 受限于经济与人口 很难支撑起 如此庞大的体系 所以法国的工业体系 有个别工业部门 还有一定的欠缺 需要外购 或者联合研发 不过这点问题 并不影响法国 手挫核动力航母 戴高乐号的舰道经验 在那摆着呢 至于PANG航母 最终的性能 火力军就无法保证了 毕竟戴高乐号 虽然建成了 但还是存在 一定的问题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PANG航母 可以顺利服役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